力争讲的是为自己 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愿望去争取权益 它是不需要伤害别人的 力争这种行事的行为 很早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求学年代 就是七八岁开始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就知道力争更好的成绩 如果你有善尽心的话 你可能会力争做班长 力争做学生会主席 力争从主观上讲 是不对任何别人造成伤害的 当然跟你竞争的 输了的话 可能心里不好受 这是另当别论 我们更常用的一个词 叫做力争善游 力争善游是什么意思 力争善游就是自己有一个目标 然后去努力 记住是讲的是自己的 跟别人是没有什么相干的 刚才讲的力争都是小层面的 如果把它扩大一点 比方说美国的总统竞争 你看川普的竞选团队 喊得最多的口号是两个 一个是USA 一个是FOR MORE YEARS FOR MORE YEARS就很简单 它是为自己 或者就是支持者 为自己心仪的对象 争取做多四年工作的权利 你看这个口号 主观上 主观上就是为自己争取权益 跟别人没相干 主观上跟别人没相干 但是客观上可能会损害到某些人 想得到不震荡的利益而已 所以如果没有做坏事的心 或者没有已经做过坏事 怕被人家揭露出来 那么你就FOR MORE YEARS 我就做下一个FOR YEARS 逆争这个词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 小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经历 大的可以达到国家的层面 而逆争主观上是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 只是为自己争取权益而已 在政治上 它就是文明世界的重要体现 我是FRIEND 抱着善良的心 独立思考 请订阅我 下次见